不知道他是誰吧 從那個 新聞小幫手開始 然後到一連串的 各種小幫手 都有他的蹤影 那最新的作品大概就是 前一陣子的那個 政治線心的部分 那其實我一直記得一個 一個很有趣的小故事 應該有實際講小故事嗎 就是我當初認識他的時候 他才剛開始要開始要盤資料 那時候那個地震室的那個 石下登陸 三輪網站的那個資料 有群工程師把他爬下來了 然後做個地圖網站 那地震室他們過每次開始 想說你這樣早上不太好 尤其是又被我被大家給罵 罵到臭頭之后 那我決定把一些資料改為孤島 那我就跟 跟羅倫說 那這些東西的話 應該可以怎麼做怎麼做 結果他跟我想說那早就準備好了 那接下來 其實他不想那麼快就把他丟出來 他把他那麼快丟出來之後 地震室可能又 又會搞一些有的沒的 那 從那個時候 我就知道他是一個 爬資料的高手 那他在進入的時候 也多次展現他的才華 他也設計過一些 葡萄方小遊戲 那今天下午 其實重點不在這邊 重點是他如何利用這邊 要請大家來共同協作 所以接下來我們有30分鐘 30分鐘包含Q&A 我希望他可以講快一點 因為我們會有很多問題的問答 然後 請大家這邊歡迎羅倫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羅倫王 那我的Keyhub 我的Twitter還有Gmail 都是羅倫王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我做什麼project 或想要有關於我今天講的任何題目 或者是說我之前做過的作品 之前有列出我之前做過的作品 或者是這邊有任何問題 其實要Email給我都盡量歡迎 那麼我是很愛爬資料的一個人 我其實爬資料真的應該是 實際上登錄那次開始的 那一次我覺得 就是爬資料還蠻有成就感 就是寫好一次程式之後 然後我程式讓他跑著 我睡個覺起床 他就幫我抓很多資料下來 就覺得好像自己人在睡覺的時候 都能夠對社會方面的貢獻 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後來就一直不斷爬資料 爬到法資料 不斷爬 那下面的網址 如果要你也可以看到 有收集一些 就是我這幾年 我爬的一些資料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這些資料 想要做一些分析 做一些應用 或是想要知道我怎麼爬的 那你就可以Email給我 那我也有發起一個普頭邦的專案 就是普頭邦就是 因為我們均一幣很喜歡戲稱 砍資料砍資料 所以來砍資料就是普頭邦的成員 那這普頭邦的專案是 如果大家不知道怎麼砍資料的 這邊有很多現成的資料 不是政府資料 就是假資料 但是可以讓大家練習看看 就是這邊是幾種政府網站 常常會有的格式 那你可以來這邊練習 也可以來這邊看一下下面 有很多高手有留他們各種 城市語言版本的程式 那我今天攤位也有 就是在外面有攤位 就是如果大家對於普頭邦 或者是類似所有的專案 有任何問題 也都可以歡迎他們攤位 那麼我覺得爬資料很重要的是 爬完資料之後 我們才有road data可以用 有了road data之後 我們才可以做出非常非常多有趣 有意義的應用 例如說像這張圖 就是財政部官務署畫的那種 用進口所有的資料 如果你只有財政部給的 官務署給的那些資料的話 其實你是看不出來 沒有辦法那麼容易看得出來 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分解點的 但是有road data把它畫成 把它畫成這樣的主表出來 其實就很明顯看得出來 其實是有變化的 那麼我以前都是爬 可能是文字的資料 數字的資料 網頁的資料 之前我可能都沒有想過說 圖片的資料可不可以處理 但是主要是政治獻金 以及一些故事 讓我發現到 其實圖片的資料也可以處理 那麼我先來分享一下 國外的故事好了 因為這些故事也是引發了 為什麼政治獻金會想說 用那種方法來處理資料 首先是2009年5月的時候 英國內閣爆發出了一個 發跳報銷的醜聞 就是那時候發現到說很多內閣成員 很多亂七八的東西都拿來爆炸 然後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那這個東西越鬧越烈 那個時候 後來英國下議院在2009年6月的時候 他們就在網路上公布了所有議員的單據 他們公布的是 公布每個議員 可能每個年份 每個年份就一個PDF檔 然後每一個議員 PDF檔裡面放了很多張單據的照片 可以掃描起來了 總共有七十幾萬張單據 那這個字要放出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拿到 哇七十幾萬張單據要怎麼辦 那個時候 衛報的記者 把這些文件全部都丟到網路上 然後並且把它做成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就是 大家可以進去裡面 然後就會隨機出來一張單據 然後讓你來看一下 這張單據 是不是有什麼奇妙的地方 那麼這樣七十幾萬張的單據 在八十幾小時之內 就兩萬多人參與 並且已經看完十七萬張單據 那單據之後 還看到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例如說 有的議員 她那個 有一個女議員 她的老公看色情頻道的暴障也別 用那個控款來暴障 然後還有狗飼料啊 尿布什麼的暴障了一堆 那這件事情其實對英國影響也滿大的 就是後來 有將近一百多個現任議員 已經為此宣布道歉 並且她們不會再繼續連任下去 然後 右邊這邊是WTVD還列出來的 所有的議員 她們後來退還了金額 這單位是歐元 就是後來退還了非常多 大概五百萬多 五百萬歐元左右吧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 滿 我覺得對我的影響 就是滿衝擊到我的 那我覺得說 先不論說文化她們 她們會道歉 不像台灣可能會修法 讓她現場合法話 但是 其實 就是靠民間的力量 可以把這種 這麼大量的東西 然後很快找出很多 有問題的地方 我覺得這真的是 滿衝擊到我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是關於Open Stream Map Open Stream Map 等一下同一個地點 下一場 瑞琳也會分享一下 關於Open Stream Map 相關的訊息 那我這邊就不再多說 那我只分享就是 關於她的故事 2010年的1月 海地地震 然後海地地震 那個時候 那個就是 他們因為 因為地震的關係 那邊災情很嚴重 但是那邊的地圖資料 非常的老舊 大概好像已經是 20年前的地圖資料 那救災人員進去的時候 其實會發現說 20年前跟現在 路差很多 他們救災 遇到非常多的困難 那這個時候 有公司放出了 就是關於海地那邊 近期的衛星照片資料 他放出授權 讓大家可以自由使用 那Open Stream Map社群的人 就開始串連起來 他們沿著衛星照片 上面看到道路 開始在Open Stream上面 描路線 那他們這邊 這個影片可以播 這邊是一個時間軸 就是從地震發生的時候 然後這邊就看得到 每一天畫出來的道路路線 所有的鄉民都是沿著 就是衛星照片上面看到的線 然後在地圖上描 把它描出來 描到後來 過七天之後 那個道路詳細到 連那種就是房子 跟房子中間間隙中的小巷 那種不會有入眠的東西 也都被畫得一清二楚 於是救災人員 拿著這個資料進去 就非常的明確 就知道他們要救災路線 他們怎麼去引導大家的路線 那這個東西也讓 救災變得非常方便 那我覺得這故事 也跟剛剛那個 英國議會也很像 其實真的就是 有一張圖片出現 然後我們想辦法利用工具 讓群眾的人 可以幫忙去解決這個照片 這個圖片 我們所得到的資料 會對大家人們 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幫助 那我們接下來就回到台灣 那回到台灣 我講一下政治政治獻金 那政治獻金可能 可能有人不知道的專案 那我可能快速的帶過一下 就是台灣的政治獻金專戶 台灣有個政治獻金法 是規定說 所有的參選人 他參選的時候 他必須要申報一個政治獻金專戶 然後他的所有的收入 所有的支出 都必須逐條一條條的登記 例如說今天有誰捐錢給他 有哪個政黨 哪個公司 哪個客人捐給他 他花錢 他花在行銷 花在雜資 花在工讀生 花在哪裡的費用 每一筆都要詳細列出 並且由中華民國監察院來主管 但是監察院 監察院他們那個就是 出來的 這次現金的資料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會包含 譬如說他是宣傳支出 然後他支出給誰 支出了多少錢 許約幾號發生的 這樣的資料 監察院裡面會有 所有的參選人的 這樣完整的資料 可是這個資料 監察院在網路上 他只公開會計科目 譬如說行銷支出總共多少 雜資總共多少 交通總共多少 對於這種戲目 他不公開 他必須要你 人親自跑去監察院裡面 他只允許你週一到週五上班時間 然後年滿二十歲以上的公民 事先登記後進去裡面去把它弄出來 那其實這樣並沒有很公開 因為你今天要做研究的人 你要進去一張一張 他不讓你帶出數位檔 你只能進去裡面 輸入說你想要查哪個日期區間 然後你要查哪一個參選帳號 然後他讓你在現場印出來後 你只能帶紙本離開 你不能帶電子檔 所以對很多研究的人來講 這個資料很難使用 那之前在 之前在 有一次黑客松那時候是 有一些公民團 反而是我比較久公民團 你的公民團像蠻黑的 沒有反而是 他們去印出了 就幾位像馬英九 吳敦義 那個蔡聖遠 他們的政治先進專戶印出來 印出來這樣的資料 總共印出了兩千多頁 十二G的圖檔放在一個隨身碟裡面 然後拿到均勻B黑客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這個資料 該怎麼處理 那時候交給 那時候我們就很多工程師 在那邊傳來傳去說 那我們要怎麼玩這個資料 有人說用OCR 有人說 就有人開始try說 各種OCR 像Google Drive Evernote 或者是有什麼 那我那時候 我就想到一個故事 就是Google的Recaptcha Google Recaptcha 這個驗證 大家可能都有玩過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兩組 它有兩組要你輸入的 然後有一組 是它程式產生的 譬如像這個 Overlook 是它程式產生的 所以Google很清楚知道 這個字就是Overlook 但是左邊這個字 不是程式產生的 這個是 來自Google Book 這個專案裡面 Google Book 它的專案是 它想要把很多書本掃描 數位化 然後它 它會用OCR來做 但是 有些字 它的OCR 沒有很肯定這個字 真的就是那個字 它可能這個字 可能有70%的肯定 所以它這個時候 它就把字字拿出來 丟給Recaptcha 所以等於說 鄉民在輸入驗證 要留言的時候 就順便也幫Google 驗證了 這個字是不是真的就是Money 如果這個使用者 Overlook答對了 那Google就相信它 其實它這個Money 可能答的是對的 那如果今天這個使用者是亂答的 它這個是亂答 那可能它這個Money答也不可信 所以 Google就利用這個Recaptcha 它 它就幫忙它的Google Book掃描 做 讓它輸入掃描更精準 除了Google Book以外 還有包含 那個Google街景裡面 它有時候會拍到門牌號碼 它也會把拍到的門牌號碼 丟給Recaptcha 所以 Google這樣子只要知道說 這邊是使用者幫它輸入了8001 它就知道這個地方可能是 羅斯福路801號 那這樣 它的Google Map 地點定位就可以更加準確 所以Google 這一點 其實這個 我那時候知道Google 用Recaptcha做這些事的時候 我滿驚訝的 那我覺得 其實我們這政治現金 是不是 也可以這樣子處理 是不是比用OCR軟體準確更多 因為 用OCR萬一一個零變成8 可能到時候資料出來 到時候那個議員 還會說你 毀放它之類的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先把圖全部丟到PieceNet上面去 那時候兩線都上圖 就慢慢丟下去 其實就很快 丟到這邊也是 這樣可以外聯比較方便 然後丟完之後 我就開始研究說 如果我們今天要做Captcha的話 那麼 如果能夠把每個格子切出來 這點是最好的 就是 這樣子給使用者一格一格輸入 直接給它一張很大的圖片 讓它說 DX格 DY欄這些塊多 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花了比較多時間 在研究怎麼去切框線 因為我覺得切框線 其實應該會比OCR簡單多 我那時候是先找到 OpenCV 有一個PostTransfer 它是專門來做 就是這種線段 線段偵測的 那其實我第一次這樣做出來 張圖其實感覺還不錯 只是說有的時候 它可能會多幾條線 因為這確實就是它 那個練印的時候 真的就印出這條線出來 所以我一開始拿到這樣的成果 我覺得 這樣成果是不是就可以開始 開始把格子切出來了 但是後來我發現還蠻悲劇的 就是 兩千多張圖片 因為 那個政治現金的資料 其實還蠻單純 就是 它都是九籃 一二三四五七八九 都是九籃 但是我後來發現 我兩千八百張圖片之後 有一千百百百百三張 抓到不是九籃 就抓到很多條 有的時候是漏抓一條線 有的時候是 多抓一條線 所以我那時候 最開始我就是先一張一張看 然後看了 然後一張一張修 但是我發現那有 一千多張實 我覺得這樣太麻煩了 那時候我就在GNV的RLC上面 跟大家聊說 我該怎麼辦 那時候也謝謝藍友倫 他那時候 他提了說 要不要考慮就是 針對這個表格 客製化一個演算法 而不要 不要用原先的那個 那麼我那時候 聽了他的建議後 我就看 我又自己客製化一個演算法 那這邊我就 比較不多說那個演算法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 那個 我在那個 Running in TW Data裡面 是有分享 就是這個演算法 詳細內容 所以我後來 就拿這個 新的演算法 其實準確度就很高 大概是到95% 就是 差不多5%的圖片 可能會露一兩條線 那露一兩條線 其實沒關係 那個 這個人工解決就是 OK的 所以我那時候 這樣做完之後 我等於去做完這個 切豆腐平台 就是已經把 每一個格子都 像切豆腐一樣 把它切出來了 那我做出來 這個平台之後 我接下來 我在 GNV Hacker Song 我就提案說 有沒有人願意接手做 接下來CAPTCHA這個動作 就是 水滴從這邊 抓一個豆腐過去 丟給鄉民 為他吃 為他吃什麼口味 然後我們那時候 為了檢查說 切得好不好 我還把全部 譬如說第一行第一個 這樣全部放在一起 只要看到哪一個出現的 不是這個字 我就知道我切歪了 我就真正那一張圖去處理 所以用這個方法 其實加速蠻多 好 豆腐切好之後 對 那個 關於豆腐 切豆腐的顏色 就是用我放個demo 所以如果大家寫 JavaScript 這邊是用JavaScript寫的 我自己本身是用PHP寫的 但是這邊為了demo 用JavaScript寫的 所以玩JavaScript的人 可以進來這邊看一下 這個demo 然後就可以大家知道怎麼切 然後後來就是 謝謝TivenCity 他做一個CAPTCHA的平台 讓大家可以輸入 輸入字 然後 所以那時候是 4月19號 第9次黑客松 然後這個東西放出來之後 接下來就很精彩 就是24小時之內 2000多份文件 30幾萬格 24小時就被鄉民全部輸入完成 然後 並且那個時候 第一波全部 好像也有一萬多人參與吧 一萬多的不同IP參與 然後再過了幾天 甚至 因為大家鄉民打得欲罷不能 那個幾乎平均每一格 都被輸入了大概 五到六次 所以後來 就也有人就是針對這五到六次去找出 因為有的人會不小心打錯 像我自己也不小心打錯幾次 但不小心打錯沒關係 就那時候 反正有六個答案可以讓我們選 只要選最多人的就是答案 然後後來我為了就是 因為那個 接下來又不斷有一些資料湧入 所以我也做了一些編輯的介面 就是假如有露餡的話 好 我那時候就是會列出來 有哪些文件可能會露一條線或多一條線 因為其實露一條線多一條線是可以算出來的 然後我再去找他線在哪裡 所以後續就繼續這樣子 就是人工處理 然後就不斷的就是產生新的豆腐給大家玩 然後我們後來 因為那個每一次去印 可能都要印個兩三千張紙進去 那地球都快哭泣了 所以後來為了要節省資源 那個進去什麼 業隊長他覺得說能不能用縮印的方法 於是後來用縮印 一開始先用九張就三乘三這樣印進去 然後出來是先切一次大豆腐 切成九塊 再把它切一堆小豆腐 那這樣的確就是節省了非常多的紙張 不過因為那個用九張就有一點那個 解析度會變比較差一點 七點的數字有些會看不清楚 所以後來就把它變成二乘二 就非常清楚了 那同樣的想法後來 安美族與次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那個 有一本安美語字典 他是1980年方明英教室編的 然後那個 就擁有這本字典的版權 那個有什麼功會有功能 他們願意放出 願意放出他的那個授權 讓他可以電子化 讓大家可以公開查閱 那那個時候 Miosky他就是想說 有沒有辦法 我們可以用類似的方法 來把它數位化 那安美族與字典長這個樣子 就是他前面有 安美族語怎麼唸 然後他的英文是什麼 他的中文是什麼 這樣一行一行 總共好像有九十幾頁吧 那那個 他不像政治獻金一樣 他沒有格子可以切豆腐 那這東西要怎麼切呢 那那個時候 大家就在阿里這樣討論 然後 那時候Sindy Lynch就有提說 我們是不是能夠就是 一直畫橫線畫橫線 然後看看什麼時候橫線 遇到的白色最小 就表示我們遇到的是艱鉅 那就把它切開來 所以現在就不是切豆腐 現在是切豆絲 切成一條一條豆絲 然後後來切出了很多豆絲 然後一樣就是交給鄉民 鄉民來看著打 然後那時候還有寫出 安美族語的歐斯亞說明書 你看到什麼你要怎麼打 於是經過了大約幾個小時 也是三四十個小時 就整個字典數位化就完成了 那這個昨天好像也公開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 就是阿美族語相關字典的話 可以進來這邊找 然後再來是 我分享一個是 我最近在研究的東西 就是我想把 WS 轉換成 Geo Jason 那 WS 是 WS 是一個這樣子 S一種就是它 WS 它方便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減少傳輸量 就是當你使用者在留在什麼地方的時候 它才傳給你那個地方 那個大小的精確度 例如說我看整個地球時 它就給我整個地球這樣大小 我今天我看亞洲時 它才給我到亞洲的精細度 所以 WS 的好處就是 今天我假如我在看 整個地球規模的時候 其實你不需要給我到詳細到說 台北市有什麼巷子這種 這麼複雜的資訊 你給我整個地球的資訊就好了 那我看到台北市的時候 你再給我台北市的東西就好 那現在很多網頁服務 網路服務都是用 WS 服務 WS 這種形式的服務 但是 WS 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沒有辦法得到它的原始資料 所以 WS 主要是給人看的 給人家就是做視覺上的比對的 它無法讓大家可以做一些分析 那麼如果今天能夠把資料 變成類似像 Geo.json 這種格式 或者是像比較商業的格式 像 Shapefile 像現在很多政府知道 它都是用 Shapefile 形式 open 如果有這樣的格式的話 我們才可以把它 透過 JavaScript 在地圖上 在瀏覽器上 把它畫起來 並且可以使用成多一點互動 所以我是 我最後是希望說 能夠多一點地理相關的 Geo.json 資料 但是政府又放了很多都是 WS 所以我想說能不能利用 影像處理來解決這個事情 那我找到 OpenCV 有一個 Function叫做 Fight Control 就是找軌跡 那它是可以把一張圖片進去之後 它會幫你找出 這個圖片的軌跡路線是什麼 那這東西就滿符合我需求的 於是我拿這個就是 我那時候是拿這個 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查詢系統 我拿它來練習一下這個演算法 就是它可以查詢到全台灣 所有的都市計畫的分區範圍 但是它這邊看起來 好像是畫在瀏覽器上面 實際上它裡面是圖片疊在這裡 它裡面疊在這樣的圖片 所以今天我想要把這個格子抓出來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拿這個Rodeta做一些應用 例如說 到底它的面積有多大 它跟哪些地點是重合的 要有Rodeta5才能做這些事 於是我就把這個東西 想辦法分出來 那我透過Fight Control 然後我後來再做一些經緯度轉換 然後我就把它轉換成 在地圖上畫出來 不過這個雖然講得好像很輕鬆 但是其實我遇到滿多問題的 例如說Fight Control 如果它那個有的時候 對於一些 其實中間轉折率比較大 它可能會造成轉折錯誤 造成它可能陷入跑進去之類的 那如果在場假如有 其實對於這方面 影像處理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那也歡迎就是我們時候可以再繼續 討論一下 是不是有什麼能更好做吧 或者是說有沒有 因為其實現在政府還滿多數位 還滿多地圖資料 它只提供完整地圖 但不提供你這種的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演算法更完備之後 我們可以採用出更多的Roberta 讓大家可以使用 那麼也是希望說 透過今天這樣的分享 如果大家接下來遇到一些掃描圖檔 或者是一些地圖 只要是圖片類的 我們一樣可以把它拆解開來 然後無論是透過群眾外包 無論是透過城市 我們能夠讓大家得到更多的資料 然後就相信Open Data之後 大家也能夠整個社會也能夠得到更多 更多有益的事情 那請問大家有沒有任何問題 我們有八分鐘 大家有任何問題嗎 有任何問題 有任何問題 按莊可以問嗎 公民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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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前端的服務櫃還會收到很多人回報 就是關於錯誤跟糾錯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資料庫 是在前端讓大家可以秀出 目前已經數位化的所有資料 那就是你剛剛是說 我們後端已經可以從最多人輸入的那個比 我們去判斷說 這個應該很可能是正確的 那前端會不會打算 就是有沒有辦法從前端 就是讓大家回報錯誤的 其實是有辦法做出來的 因為目前好像還是通過大家去GETAO 做這個目前好像怪怪的 對 你這邊 因為GETAO大家回報 是比較是線切歪的部分 對 所以線切歪現在已經有加嗎 這一個不清楚 對 這個不清楚 但是那個實質錯誤的部分 目前沒有修錯 那工程師大大有沒有想要怎麼處理 想要實質錯誤的話 大家就直接 因為看到錯誤 就表示內格已經顯示出來 就打正確就好了 但是因為它是水機的 就是說 所以你有發現到錯誤 對 我發現到它的那個資料庫本身錯誤了 可是我沒有辦法回去那個 TIMOTI做的那個介面裡面 找到正確對應的那一個 現在好像狀況是正在 所以那應該是可以再加一個 就是譬如說 第幾頁 第幾行 第幾個是有錯誤的 然後再加這個回報介面就可以了 可以 那我回去看到一群 現場的一群 我問個問題好了 你是不是想知道 現場大家有參加之前 現場大家有參加這些那個 那個 政治現金輸入的嗎 沒有沒有 他不是 他還說他在數字的 他還是 一代以上嘛 一代以上 都有 那您沒有什麼問題要問他了嗎 不好意思 我問你有點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可能有一些 跟工部門的 比如說合作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取得一些 類似會議的議程資料 它可能不是那麼的像Excel 當時一格一格的 但它依然會有 它可能會有表格 可能會有文字 這些相關的東西 那這目前有需要動用到 切豆瓷跟切豆腐的技術 還是其實用一般的OCR的軟體 就可以處理 那如果是用一般OCR軟體 處理的話 有沒有建議就是 在場或者是直播前面的 就是想要處理這類BDF檔的人 用哪些軟體用 我覺得直接就可以先處理看看的 其實關於OCR軟體 我自己本身沒有研究 那我自己其實之前也在考慮說 要不要乾脆拿那個 政治現金的成果 然後找國內各家OCR廠商 來辦個天下第一OCR大規模 台灣哪一家OCR的廠商做得最好 那我們以後是不是就可以拿它來 幫我open data 對 那關於 陳老師 就是說 對那個 除了處理系的表格之外 就是假設是一個會議記錄 比如說我們拿到會議記錄的BDF檔文本 然後它 可是它並不是掃描檔 對它也是掃描檔 但它除了文字之外 它可能會有一些格限 然後比方說之前那個 政府財產申報的相關資料 就是它是有文字有格限的 然後格限也不整齊 對 所以這個部分有需要動到切豆腐嗎 還是說其實我們用一般的程序就可以 我自己本身現在在想說 因為其實政治現金的表格是非常單純的 它就是只有九格跟糖 而且它沒有那種和平組成格 所以其實當初做切豆腐是很好做的 那我現在自己也是找空閒時間 我想要把切豆腐這個東西 把它general一點 就是遇到什麼樣形式的表格 只要表格不要歪太誇張 都能想辦法把它切開 那這是我目前還在研究的部分 只是說可能時間上是沒有那麼快 那麼會建議說 如果這個東西能夠 能夠就是交給群眾的外包 譬如說切的部分 因為假如表格不多的話 切的部分是不是就可以一兩個人先人工處理 然後再想辦法把它 每一個一個分開 然後再交給大家分工來輸入 這樣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不好意思 因為我要補充它 它康的問題 所以主持人的特選 那個 其實當初 如果你把東西都出來的時候 我其實很訝異 因為我 我掃過那個台大力算數 我一個人一個晚上 我就可以把台大力算數全部掃完 然後矯正完畢 因為它那個 OCR它有好處是 它錯的地方 永遠都是同樣戳那幾個字 所以你只要找出前面大概錯 幾趴的字 錯字之後 可能就是 可以很快用 那個取代的方式 把它全部修完 所以修很快 那我看到 羅尼把整個東西 丟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它 繞了很大一圈 它明明 東西 塗檔丟給我 OCR的話 我可能一個晚上可以處理掉 要說一個 一個米帶好了 半個米帶好了 那 所以 一個禮拜 我就可以把它全部處理完了 可是它照了大一圈 它把所有的圖全部拉進來的時候 全部把它切開 那 其實 這一場的重點 實際在講的是這個 而不是OCR 不是 實在太簡單了 所有的軟體 大概上面說 大概95%以上的 那個 正確率可以辨識得出來嘛 因為在網上的話 那個代價太高了 所以我們不會去 不會去推 那重點其實是 它透過整個過程 各位 在場50%以上的人 全部都進來參加了 我覺得這才是 這場協作最重要的地方 它繞了一圈之後 它找了一個 對我們來講 非技術人來講的話 是一個叫做 很困難的路 但是 這條路走過去之後 接下來 剛剛提到的嘛 不管是未來的東西 它可以每次都丟出來 每次都可能有上萬人 兩萬人 三萬人 過來協助幫它做 我覺得那才是 所以 或許不是要回過來考慮說 要不要OCR問題 而是說 在整個計畫裡面 能不能透支的方法 把很多人一起 揪進來 一起來共同協作這件事情 好 下一個問題 我忽然想要一個有趣的應用 就是這個切豆腐和老利外宜 把我講 就是我們這個上街遊行的時候 統計這個遊行的人數啊 通常都不經確理 那有沒有可能我們一個空拍圖拍下來啊 然後去切 然後分給大家去變身說 誒 這個好像一個人 那個人是有多少人 我們是不是可以估算男生女生的年齡 好 你怎麼這個出來 這應用回想不去 像之前是那個 有一架飛機不是掉到海裡 那個時候好像也有去放出 那個時候的 就是碎落前的衛星照片 然後交給大家來 就是每個人分工的部分 看能不能看到那個飛機彩排 我好像還沒找到 還沒找到就是 好 那不好意思 那個 只是剛才聽完了以後 我覺得很可惜 那次沒有參與到 只是也是可能覺得有點小小的遺憾 就是說 其實這個東西看起來是可以公開的 那是不是有機會可以透過 尤其是現在GNV 以及相關的團體 現在都有足夠的力量 甚至政府也已經開始重視 然後甚至跟政府對話 透過這些成果 然後要求說 比如說像 我們明明可以拿到一個 完整的可能CSV檔 或者是Excel的表格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去 應了兩三千頁以後 然後自己再來分工 這個 對大協作當然大家都很努力 可是我覺得 這個基本上應該回歸到最後 是 它既然我們都可以公開的東西 那就不代表說 就是我們公開完 有沒有被觸發的問題 那就代表說 它只可以直接給 那它為甚麼只能給資本的到 對 是不是能夠透過說 我已經現有的成果 再回頭去跟政府講說 你給我們更多的話 我們可以做的東西可以更多 這樣 謝謝 現在那個政治獻金團隊 以及就是工都盟 大家都有在討論 就是怎麼樣能夠 直接去跟政府聯繫 然後並且能夠 希望他們能夠實際上 以作法上改變 那目前也提了很多方案 例如說我們以 潛能減碳就地球為理由 希望減少資本來支 所以是不是你至少能夠給我們電子檔 但是電檔是印出來的PDF也可以 但是電子檔 那我們這邊要切也比較方便一點 當然最好政府能放弱電話 這是我們最希望的 只是說在現在的情況 有時候我們還沒有那個壓力 可以推動到政府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只能先用這種話 資地救急 謝謝 這個我能補充一下 這邊國發會的人有在嗎 不是 好不在 我是講那麼亂話 沒有 其實我們有跟國發會 有談過這個 這方面的問題 那回歸到最基本 我們有一個叫做 政治性公開法 但是政治性公開法 你因為有 只是說要上網公布而已 你又說公布的形式 所以在未來的話 我們希望在半年內 或者說 即快 能夠在政治性公開法裡面 例如再加上一條 類似的規範 要求說 所以上網公布的 公布者資料 你都要提供一個 例如說類似開放資料一樣的 完整 可下載 可是讓它可以自由使用 那這樣的話 或許 我們就不太 不會再需要說 就可以 全心全意來找 來算人數就好了 不用來 算人數 處理一些歷史資料 必要處理這種 本來就已經數位化 對 對 就好像把一個義大利麵 裡面的麵洗乾淨 然後再拿那個麵來做東西 好 時間 剛好 對 那 請大家 對 蛤 還有一位 還有要問嗎 好 最後一位有問題好了 抱歉 抱歉 我可以參加你的協助 可是我覺得 假設真實現金 我剛剛有一個資料 我非常呼應 剛剛那位 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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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麼珍貴的這個 駭客這些技能跟時間 竟然是在一個 規則那邊 得到自己一些特區 因為 真正的問題是 百分之九十幾個人 都假暴了 我們現在在這邊不舒服的 很大的原因是 有兩黨的這個 有一個有黨產 一個沒黨產 然後有選舉 有前面跟沒選舉 沒前面選舉 差很多的嘛 所以我這邊提供一點點的經驗 就是說我覺得協作 有的時候還得以一些實地的協作 什麼意思 我們都不覺得香港的這個選舉 會怎麼樣 香港因為會計師的制度很大 他們候選人每一個 譬如我在印刷場的發票 才是一萬張海報 這海報有很多水號 所以你萬一這個流水號 超過第九 超過一萬張外面的一張號 你就會被拔很高 你會被拔很高 好 旗子也是 或者是你也是 就是我想 請大家來想一想 原來Trony 這樣有才華的 你先想一想 我們如何在資料裡面 不是去批爆一兩個 他去買狗飼料的 這樣的一個小料 我們如何能夠揭露出 那個冰山下面的 社會的不公正 尤其是黨產 尤其 我就很想問問你 你知道他生意 就是一場總統運 你直覺上 你覺得應該多少錢 我花那麼多人去找這些資料 他 你有沒有辦法用一個 比對的方式 為什麼 就是說他一直抱著三隻 可是滿街都是旗子 類似像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就是 後面還有一個 那個勞作的過程 是一個舉證 或者甚至是現場查核 甚至一部分的那個 所謂飢核的這樣的技術 應該用進來 這個對台灣其實 這不是義大利麵 把這個碗義大利麵洗乾淨 才會更乾淨很多 謝謝 像剛剛這個問題 我覺得 把Rodea抓出來很重要 像是 例如說我們這次的 台北市長選舉 我們會看到有一邊廣告打很兇 另一邊廣告 沒什麼廣告 那我還滿期待就是 明年一月的時候 放出來的政治現金資料中 就是某一個陣營的廣告費用 會報多少 那如果到時候有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一比一比差 欸 為什麼那個時間點 某一個廣告打很大 但是卻沒有看到類似 對應的暴障 是不是這樣 那我覺得這樣一對一比起來 靠大家的力量一對一比起來 應該是可以做的 選舉已經解決了結果了 如果現在就能開始幫他計數的話 會比較好 不過現在是取得不到 對不對 那明天on conference的話 開放政治現金的專案 也會有一個 就是讓大家可以一起 共同參與寫作的活動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明天可以一起參與 那之後的萌點鬆也會有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也可以follow Facebook上面 看看這支現金的專案 謝謝大家